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怎么发了个誓 前面消息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是 也不是 希望我的她 是能像江雨晨老师一样温暖的人 但我对江雨晨老师就像晚辈 对长辈的尊敬 和她说多的话都想鞠躬 所以说 她拒绝了江雨晨是不是 不行 我再去试试 喂 是 我这样的三流拉也不配去送题 只有像您这样的老作家的作品 才有资格 不过您那个洪荫奖获奖之后 还有什么作品获奖啊 估计就是您这样的老作家后继乏地 才会找我们这样的年轻作家的作品 去凑数 算了吧 我可从来没觉得我自己是你亲身的呀 你要是哪天告诉我我是领养来的 我一点都不会依赖 我说呢 千年不会给我打电话 但是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是夏浪成您说了一声啊 您不是怕我去给花质长送品 给您给咒的丢脸 我听哪 周武先生 你这不是在坑我孩子 是不坑我呢 行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汉 敬你 梦游啊你 我对我家娘娘只敢表面勾腿 为地里吐槽 像您这种当面开火的实在是佩服 你该为你这种偷听的行为啊 他感到羞耻 周川老师 你可千万别因为你爸爸的事 耽误了你自己啊 我看你是怕我耽误你吧 你就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 答应送品花质奖吧 骆河神书好不容易卖得这么好 什么荣誉奖金全部都归给发行部了 老苗和梁冲浪 还搞了个什么三十四万九千的数字 来恶心我 为了这件事情 我都渔门了一整天了 阿湘 她每天修改宣传长途 害得她的近视 又多增加了几百度 夏老师也是 明明身体这么差 还每天都这样盯着项目进站 想想我都觉得好闹心哪 你好好说话啊 一言不合就哭说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就总是想哭 你别哭了啊 你别哭了啊 可能是因为觉得太不公平了吧 为什么功劳全部都给发行部 还我们边境部 什么都没有 我看到了你的功劳 只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谢谢 我很高兴 当初把骆河神书签给了你 谢谢你 周辰老师 原来你看到了我的付出啊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怎么生气也哭 高兴也哭啊 平时不是恨了吧唧 一样跟个螃蟹似的 最近怎么这么爱哭啊 那我能问你的问题吗 你问 骆河神书能不能送去画质奖品奖啊 行吧 你想送就送吧 反正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你功劳最大 勉强让你做回主 好 谢谢周辰老师 不用啊 不哭了 干杯 洛河神书大卖 我们都还没来得及一起庆祝 恭喜你成为金字塔最顶尖的作者 你喝慢点 你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激动啊 我高兴嘛 既然奖金飞了 那你以后就继续乖乖住在我家呗 你是不是只有一套床品啊 再添置一套 你买单吗 你下午还在我怀里哭得离花待雨的 现在就开始惦记我的钱包了是不是 当然了 钱是最重要的 我给洛河神书版税 够你买十个床垫当班斗公主了 不行 除了买床垫我还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去买 比如说什么新衣服啊 新枕头啊 还有再买一个懒人沙发 那我直接给你买套房好了 行了 行了 别喝了 你的酒量啊以后不许在外面喝酒 我不要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凭什么要管我 我告诉你 我可是海料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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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藏起来 像犯错的小孩 心跳忽然多了一拍 当你看过来 当万物皆可爱 怎么只有自己情话 还要不许在我 我才能不能够估讨论 我才能够估讨论 我才能够估论 我才能够估论 我才能够估讨论 我才能够估讨论 I told you thousand times 全世界并应淘汰 只有你还被我青睐 Caus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eyes I've never felt so right 穿过着的不散脸 很难对自己敲开 你恋爱 怎么样 昨晚吹得好吗 昨晚 昨晚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吧 应该吧 应该没有吧 放心吧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负责的 那 那 那我 我先去上班了 来 来 公班的 初礼 都有周川跟江雨成两位大神了 你还担心什么呀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啦 杀鼠也不带这样杀的啊 你也好像再二三的情人 一五白写稿子 就这样 听我跟你说啊 用不了写六千字 三千字足矣 就是每年一次的新花样 那我就等着你的新开头了啊 就这么说定了 那挂了 来 来来来来 忘了跟索洪说了 别再写那么多版本 根本看不过来呢 老苗才不担心写得怎么样呢 小贵总就算被开除了 他都无所谓的 他怎么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好尴尬 这臭猴子还真是身在曹英心在汉啊 还几个小时没见 就偷偷跑过来约会了 好尴尬 今年互动文化节 设理要求我们每一位编辑 都要找作者写故事接龙 江老师 拜托你了 可以 什么时候要 真的吗 最好这周就能给到 江老师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你的要求我是不会拒绝的 但是 为什么没找周川 我 这种没钱的活动 我找他 他肯定会说 我又在侮辱他了 我还是不要自讨苦吃了 什么活动没有钱啊 但是这件事吧 他迟早还是会知道的 到时候让他发现了 又要觉得你不重视他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 你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 怎么一提到周川 躲躲闪闪的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 有吗 没有啊 没发生什么 真没发生什么 真的 我们俩之间能发生什么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个江老师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出来吧 什么话都没逃到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 你这么大个子 像个土拨鼠一样 上蹿下跳的 你当我瞎呀 你还没瞎呢 我这是詹姆斯帮的躲避技巧 懂懂啊 给我来杯咖啡 我看你是詹姆斯土拨鼠 还差不多 我说了 你和初礼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条哥以前我跟他聊天 你早就冲进来了 今天反倒躲起来了 谁躲了呀 本特工就是站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 书呢 变了 我说你黄泉歌战到底写的什么故事啊 需要这么多古建筑的书吗 什么题材 等连载了你就知道了 走了 收起你对初礼的狼子野心 老师 我今天要加班到很晚 你跟二狗的晚餐自行解决哦 老 老师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他想干嘛 今天一天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没有 没有吧 我这不是在忙工作吗 这么忙啊 那怎么不出办公室啊 进窝一窝 哪比得上自己的狗窝啊 你说谁家是狗窝啊 我 我错了 听说你们最近搞了个没钱的活动 你找了江雨晨帮忙 怎么不找我呀 那 那是互动文化节 我这不是想着回家 来跟你当面讨论一下吗 不用讨论 我答应了 就当是你昨晚的补偿 不行 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 昨晚抱你了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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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 该不会是 我 你什么都没有干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先上去休息了 对了 那个不要钱的活动 你一定要帮我啊 有意思啊 你看着我干吗呀 我知道啊 昨天晚上我就应该该干吗就干吗 这不是要喝醉了吗 我能怎么办呀 我能怎么办呀 老爸 孩儿不孝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对 万一我没做呢 算了算了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对 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周末不加班吧 那咱们去买哪个懒人茶发 怎么了 怎么了 谁又惹你生气了 别提了 老苗今天让他手下的一个作者 去写他不擅长的题材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个作者叫索恒 我读过他的金歌铁马 人家明明就适合写历史性小说 让他写科幻 这不是杂人事业吗 那 他同意了 看他的样子 好像被拒绝了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你有空在这儿愤愤不平 还不如把晚饭给做好了 你这人有没有同情心 他选择妥协 怎么 难道还要我表示同情啊 这样的作者大街上比比皆是 你一逮一个准 不然你以为所有的作者 都在写自己喜欢的故事啊 为了讨口饭吃 放弃了自己的坚持 但是这样的作者 我劝你是别多管现实啊 老师 你的手没事吧 长期写字落下的病 没事 我 我帮你 谢谢啊 你再等一会儿 老苗马上就会来了 我这点事我先挂了 来来来来来 那这是你写的 我看一下啊 这没你事了 走吧 附主编 我昨晚临时抱佛脚 看了十几部科幻电影 我总共写了三个开头 我现在对第一个开头 是比较有把握的 第三个开头 我现在个人觉得设定上 还是有一些问题 不是很清楚 就你这几个开头啊 我倒是觉得吧 这第三个写得最好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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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看啊 你就这三个开头啊 这第一个呢 是披着伪科幻外衣的历史剧 这个历史题材的这种东西吧 你轻车熟路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个书迷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第二个呢 就是纯历史题材了 这已经过时了 年轻书迷已经 对这个不感兴趣了 倒是这第三个 你看 写得非常吸引眼球 你看啊 在这个第八宇宙的 这个这个这个 哈士奇星球的 最年轻降星陨落的故事 是 是 哈士奇星球的瓦特帝国 哈士奇吗 等等 你看我看错了 看错了啊 哈士奇星球 对对对 瓦特帝国的最年轻降星 即将陨落 你看你这一开头 就很吸引我的眼球 可是我现在觉得第三个开头 有点太天马行空了 有几处宇宙的转换规则 我还设定的不是很清楚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不用你想 你要让读者去想 可是我怕读者看不懂啊 他们不可能看不懂 他们看不懂 对 他们看不懂就对了 你 你就这么想啊 你写得越玄乎 他们就会越认真的去看 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读者 他们会觉得 就只有他们才能看得懂 这 这多好 冰柜审索啊 这个呢 现在我拿在手里面 然后我马上就去叫队 你这个 索航 你一直是咱们圆圆社的标杆 永远是交靠第一人 这次也毫不例外 好 值得鼓励 加油 这个给你 敷十五到二十分钟 可以血液循环缓解疼痛 如果你还没有去看过医生 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检查一下 有好的健康的身体 才能写闻更长久呀 谢谢你处理 那我先去工作了 处理 怎么了 老师 都说了别叫我老师 热水带还你 谢谢你 不用了 我看你也还挺严重的 要不交完稿之后 你去看看医生 没事 我等下一批连载 写完了之后再去吧 好 有航 你等等 那个 社团的聚会你去吗 我就不去了 我就不去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哎 所航 你的手还是有旧伤的 别一起去做来就用得拼命 啊 喂 老公 求求运动会我去不了了 我有事 过来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你的建议啊 向他们作者简历的说 于主编 我瞧你这 像是没休息好啊 家里有什么事啊 大家互动文化节的稿件 都收到了 接下来马上进行排版 夏老师对互动文化节 非常重视 因为这不仅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 一个互动机会 也是我们挖掘潜力 新人的一个传统活动 所以 接下来一个月 大家辛苦了 您放心吧 于主编 来 初黎 你在这儿呢 与主编当初整你要排版呢 锁衡老师的这个开头 比我之前看到那版本差远了 嗯 锁衡老师一般都习惯于 多写几个让老苗挑 这肯定是老苗选的 现在这个版本 大构家的科幻开头 什么战争的开始 联邦和帝国 匠心陨落 这也太复杂了吧 可能这种 男生比较喜欢吧 其他作者都在努力地 把开头画繁为简 像年年写的就是小甜文 男主的狗去世了 回来之后再画成人形 报恩他 就连昼川老师 都写了一个 傻白填烂大街的梗 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 继续接下去 只有锁衡老师 反其道而行 搞不懂老苗 为什么让他写这样的开头 我也不知道 可能 老苗要放弃他了吧 你快去吧 于主编叫你了 DN 这么大眼 你不知道他在散个美 谁都不肯先动心 大名带伞美 会不会太直白了 别加班了 回来帮鸡汤 这样干吗 暂停光阴灯灯 天是你 烤鸡汤 我都快被凌晨落汤鸡了 烤鸡汤 初礼 你怎么还没走 下这么大雨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啦 车站和地铁站 完全就是两个方向 你快自己回去吧 可是 别可是再可是 公交车都没有了 快走 好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初礼 江老师 这么大雨你就往外冲啊 你不把着凉啊 不是 我不是想着 离地铁站也近 跑过去很快嘛 江老师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接你的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谢谢江老师 走 这丑猴子不会已经走了吧 江雨晨 好巧啊幸好碰到你们啊 我伞都没带 巧吗 这附近不就是杨雨晨吗 是 我去你附近那个书店拿书嘛 那你拿的书呢 没拿到啊 那我可得问问小白 怎么把书准备好了 我 现在还没来得及去 你来的不就是书店的方向嘛 我不是说话 没人把你当假扮 你不会是特意来接处理的吧 这 这水都下到你脑子里去了呀 我来接人 我不带伞啊 我傻呀 我看你也没这么临装 我 我跑得快嘛 顺着书店的方向来 又没有带书呢 该不会是吧 鬼鬼祟祟祟的 鬼鬼祟祟的 在我房门口干什么 啊 那个 我房间的吹风机坏了 想问你借一下你的 好 等一下 啊 还愣着干嘛呀 还要我教你怎么用吹风机 不用 那 那 那我先回房间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吹风机不用还我了 用我什么坏是吧 也不知道你办完 还是怎么把你逮大的 晚安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晚安 你 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呀 在我心里就没打你当成个女人 那 那你这是在干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说 我在你心里和二狗一样 对呀 你在我心里就是跟二狗 没什么区别 对呀 你出来干嘛 吓死我了 幸好我反应够坏 我在她心里就是二狗嘛 二狗会帮她打扫卫生做饭 还会帮她看稿 我在想什么 竟然还觉得她喜欢我 我脑子一定是被雨淋湿进水了 算了 别理我 算了 别理我 好 别理我 小唐 你先把会场布置起来 我会晚点到 也不知道帮忙理一下 姜老师 姜宇诚 怎么又是你啊 你是不是在我身上中定位器了 你 阴魂不散 说我阴魂不散 你让人家小姑娘拿这么多东西 你是不是要浅导一下自己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比如疚虑之类的 笑什么 这是我的东西 对了 记得那个 原来是你的东西啊 我还以为瞬间处理的东西呢 的确是我的 他的就是我的 他也是我的 我的编辑 你还知道他是你的编辑 不是你的用人 他是你的编辑 他也是我的编辑 我也知道 你还知道 多个编辑 我实际上 你还内心中有点 很具体的 难度准处理的 我还真不愿意到你家来 那感情好 大门就在那儿 慢走不送 送什么送 姜老师是我请来的客人 这儿是我家 对 这是你家 我就只是你家的宠物罢了 根本不配请客吃饭 我 我没说过这种方法 你惹到他了 求你这智商 惹到你也不知道 好 广州的北京 贾老师 互动文化节 真的谢谢你了 你帮我写开头 不客气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啊 这些都是我做的 你多吃点 好 这你的 我也写开头了 为什么我的 就是一碗花生米啊 你看着我干嘛 我没说错呀 凭什么他的就是豪华早餐 我的这个就是 乞丐配制 乞丐配制 乞丐吃的要是这么好 他就不叫乞丐了 贾老师 这里太吵了 不如我请你出去吃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喂 你们想干嘛 我知道了 你们是想撇下我去吃毒食 老师 桌上这些菜 现在都是你的了 做人不要太不知足 我 今天心情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个骤穿 没惹你生气 你心情不好啊 没有啊 看来你也不把我当朋友喽 没有没有 坚老师 好吧 我今天心情的确不太好 周川那 周川竟然说在他心里 我和二狗没什么区别 这倒是像他说的话啊 对吧 那是个人听到这句话 心里都会不舒服的 我可真是为难哪 作为你的朋友吧 这个时候我应该开导你 可是作为一个 追求你的男人 我如果这时候 要说另外一个男人的好 会不会有点不太敬业啊 江老师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我看着像那么不认真的吗 是非常不认真 我觉得吧 如果周川的话 让你觉得不高兴的话 我劝你 就直接跟他说 不然像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他自己说错话了 他也不算是说错话了吧 我也不能规定 我自己在他心里 必须是什么位置 看你这意思 如果我要是不知道 你喜欢的是狐狸君啊 我都觉得 你喜欢的是周川了 怎么样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拐走我的人不说 这次连车都不放过 喊什么喊 不都是你闹的呀 你 我回来 回屋睡去 落荷山树的投稿 坐着你身后的鬼 落荷山树的身影 现在这些小孩啊 启明的梅子 要不尝语 这么后一答案 也就这边有点名字 不尝语 最好找个角落 曾经光阴等待 天使的你 降临 回来 连爱是一生变走劲 偶尔有雨 偶尔有门怀 我先回房了 你快带二狗去睡觉吧 我没把你当成二狗 你凶盛泪滴 他见过我大半夜给二狗白杯子吗 见过我等他等到半夜三年了 因为二狗比你乖多了 至少知道不会这么晚回家 我睡觉觉 天使的你 今天投稿的情况出来了 老师 您要不要猜猜您的战绩如何 不用猜 没有悬念 总共有 一百零五封 一百零五封 很多吗 袁月社果然是老吴董舍了呀 不许你攻击袁月社 姜雨晨多少呀 是不是排在我后面 所以 你投稿的排名到底是 姜雨晨是不是差我很多 规定了只有作者本人可以知道投稿书 别人是不能知道的 我也算别人 尤其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现在我是别人了 当初是谁 仰着要做我的责编 大家都是自己人的 你可别忘了 你可别忘了 我虽然是落合神书的责编 但我也是姜老师 萧氏的游乐园的责编 所以 姜雨晨的投稿量 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把你的新小说 千里远远说的话 我可以考虑以后心里眼里 只有你一个人 小姑娘套路挺深啊 那你告诉我 有没有作者的投稿量 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啊 老师 既然你这么关心同行 要不要考虑 给一些回稿质量差的作者 写一下后续 谁啊 你先说你答不答应嘛 我周川怎么可能给别人 当抢手啊 走走走走 别打扰我 以为不告诉我就套不出来 最近工作怎么样 忙不 我看你们那个读者作者互动 还挺有趣的 听说投稿开放日快结束了 你说我要是投稿能选得上播 不会有很多人竞争吧 快给透露透露内部情报 反正我也不是圈内的 往哪儿说去 这是中卧哪门子邪门啊 怎么都在找我八卦这个 你想给哪个作者投啊 几个作者的后续看人都能写 你觉得我给哪个写好 我有选择宽单证 太好了 那就给索衡的开头写一下序文吧 直接挖我就行 其实我见过他另一个更好的开头 如果当初 不说了 能不能尽快写完发我 原来是索衡啊 负责的编辑不负责 不负责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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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两肋插刀 帮你了 老师 你帮我摆一下碗筷 你还没告诉我投稿情况呢 我赌骤穿的投稿量最高 是不是 瞧这眼神 温柔的都能掐出水来 顾白纸 我才看到消息 你要回国了呀 你还没回国就惦记我的新书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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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泉客栈的事等你回国再说啊 挂了 初老师 晚饭做完了呀 初老师 如果周川老师和狐狸君都是同一个人 那我岂不是被同一个人的两个号耍得团团转 不行 把个消息炸他一下 我在门口崴了脚 不知道有没有骨折 快给我开门 走个路还能把脚给崴了 真是给他跪了 走个路还能把脚给崴了 周川老师 你的脚 我的脚怎么了 我在门口崴了脚 不知道有没有骨折 快给我开门 脚上的鞋太脏了 也不知道洗脚啊 应该没被发现吧 应该没被发现吧 了不起啊 天天这么晚回来 二哥也没人溜 没有 我给你地方住 鱼瑶给你加班费嘛 哪边比较重要 心里没点数啊 缺心眼 对对对 我就是不知好歹缺心眼 毕竟当初你劝我别进出版行业 先活着在实现梦想的时候 我不也没听你的 对啊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 走 这是狐狸君说过的话 你还没有中间 过的话 我不能呼一下 不应该 fertig